應該無訊號盲就變有訊號吧 照你來說是這樣 我直接講好了 幫我重新插拔一下 那我直接進入主題 就沒有很厲害的空間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了有了 大家現在想要拍照上傳就趁現在 因為只有這個時候 算是有一點內容有一點層次 待會完全沒有內容 完全沒有深度 對不起我老公幫我拍到 好那我今天開始 就說到最近這個社會世界 整個世界都是很紛爭不安的 其實這個主因就是歧視 有的人啊 會歧視別人的種族啊 或者是宗教 有的人會歧視別人的性相 有的人在台灣 最常是歧視別人的政黨 甚至連別人不好笑 你都要歧視他 那為什麼人要歧視別人啊 因為人有一個列根性 就是他很想要優越感的時候 他會只想要當勝利的那個人 我們常常都走在路上 看到一隻狗說 哎呀這隻狗 怎麼這麼髒啊 其實言下之意就是 你好髒我比你乾淨我贏了 就是這個意思 看到一隻貓就是 哎呀這隻貓怎麼這麼醜啊 也就是你貓很醜 但是我很漂亮 所以我一定 你如果每天跟那些貓啊狗啊 就比啊 其實很廢嘛 然後大家也知道你是Loser 這樣 那你要怎麼樣才能夠出人頭地 出人頭地就是歧視比你更優秀的人 把成功的人士踩在腳底下 輕鬆邁向人生後耳邊 對 對 謝謝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好優秀啊 還有怎麼樣 其實比你優秀的人呢 我們第一個最簡單的就是人身攻擊法 人身攻擊法 因為其實優秀的人他不可能從頭到腳全部都優秀 一定有把柄可以抓嘛 那像最近比較紅的阿基師 他是 對阿基師 型男大主廚 意思就是他是型男就是大主廚 會做菜又帥 然後好像也蠻會講話的 人緣也是很好 然後年收入也是千萬的 像這麼優秀的人 有什麼把柄 在上摩點 沒有 沒有 你就說一下 這有什麼把柄 就是 這個個子不高 這個個子不高這件事情 其實 其實喔 他是一個就是 他這個規格 是一個比照子 今天啊 我如果站在沙拉破蛙旁邊 我也是個海東瓜 那他可能就是豬爐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就先不要考量 那我在這邊公布正確答案 答案非常的簡單 就是他不能代言抽油煙機 因為他夠不到那個 他沒有辦法換油煙 他只能代言鍋子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缺陷 這是非常大的缺陷 好那我們接下來換馬雲 馬雲阿里巴巴的老闆 英文非常的流利 然後可以在美國上市 然後隨便在網路上 播一篇文章 數十億人驚呆阿 像這麼優秀的人 他的把柄在哪 我不要再問他 不要把柄我哏 好 我講說他的把柄在哪裡 一樣嘛 不能代言抽油煙機嘛 他最慘的是 他連鍋子都不能代言 他怎麼會做菜 好 那這是比較入門款的 就是比較 很好就發現把柄的人 但是我們身邊常常會有一些神人 長得高 長得帥 然後他 可能平常的生活很神秘 然後他可能已經到了大叔的年紀 他到處代言產品也是無往不利 這樣的人 大家都知道是誰 我不要問你 隨便有個名字 隨便有個名字 大家都知道是誰了吧 很相似 其實是我們的阿德老師 我們阿德老師 這麼優秀的人 要怎麼歧視他 沒有辦法 很難很難 再來是在這邊交給各位一個神功 兩指神功 首先說 伸出你的小指頭 欸我聽說阿德老師這裡有問題 再來就伸出你的食指 伸出你的食指 我就是 我就是有管道指導 你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 這個食指很重要 因為你說 你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 這個時候他才會告訴別人 這樣阿德老師的下半身就結束了 哈哈哈哈 好 那今天是我最後一次上台講多口秀呢 我就是不藏私啦 所有的絕招都叫你各位 那我們也常常在人生中 遇到一些 可能不是很熟 但是他有一些很好的表現 他的表演阿 他的言論 讓全場驚艷的人 然後這時候 你沒有什麼能耐可以贏過他 你要怎麼樣把他踩在家裡 這時候我需要一個在場的朋友 來協助我示範這個標 就是這個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做總裁鼓勵法 可以換下一張 總裁鼓勵法 總裁鼓勵法 我想徵求現場 有比較有才藝的朋友 最好是會唱歌 會唱歌是不是 會唱歌 會唱歌 會歌劇嗎 剛好會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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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麻煩您 麻煩您 您就直接唱 您不要用麥克風 您唱個三句就好 你拿首的曲目好不好 隨便唱都不會砸你的感覺 對對對 隨便唱喔 對對對 我唱一首張音樂 哇 因為我覺得 你現在不會有什麼好笑 你給我一首戲 你看得我 你 一天上小東西 已經三句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現場有拍手的人 你們那種拍手叫 雜魚拍手法 我這個就是總裁拍手法 我剛剛一站起來 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明華元的總裁 整個氣勢 他唱得很屌沒有錯 但是我比他更屌 但是這個方法 用下去就有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就是現場會變得很冷 就像現在沒有人笑 你知道嗎 大家會很尷尬 很尷尬的時候 我要想要一個退場機制 各位請你唱蝦一下 就是我剛剛那樣子拍 你一定很不爽 你唱蝦一下 通常都是你唱我 我沒有唱蝦 哈哈哈哈 這邊拍放 拍放您唱蝦 拍放您唱蝦 你還沒找我吃飯嗎 呃 呃 您就唱剛剛的內容 您可能就是說 您是拍三勺啊 哈哈哈哈 您覺得我唱得很好啊 到底哪裡人啊 唱得不好嗎各位 好 哦 你厲害 你厲害 你好厲害 你好厲害啊 哈哈 哈哈 大家看完 大家看完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這個總裁 總裁鼓立法 然後再風思發揚光大出人頭 謝謝